我們現在元宇多編繫 你看幾何上的假設 對不對 這是兩千年前的羅馬建築師叫維楚維爾 這是建築十字的一個作者 那他在西方來講 這個是等於他們的開山祖師 那你看到這個之後 怎麼設計啊 人啊 怎麼樣 那達文西 這叫リオナド リオナド 達文西 那他就一直構想畫的這個圖 這是很有名的一張圖 那大家看到這些 剛剛都講過了 我們只是在Review一下 同心圓 一直到 這邊都有敘述 如果你跟不上 我是建議你 我們的影片 你一直看 一起看 這邊也跟著做 知道嗎 那你就了解了 那往下呢 你看剛剛這個 OK 雙八字型花瓣 對不對 怎麼去做 他有目標 要做什麼 要完成他的目標 那等分圓弧 這也做完了 對不對 然後在後面 我們要看這個 繩形花瓣 很像繩子捲起來的 這個叫繩 繩環花瓣 那這一開始的話 各位看 這個圖形的大小 這個圖形大小 你可以看到 這個大小 OK 這個大小還是十 所以我們看喔 這個是2.5 2.5 了解嗎 半徑這個就是2.5 所以你畫的時候 也沒有關係 先畫一個矩形 可以嗎 先畫一個矩形 2.5 的矩形 然後呢 這邊再畫圓去結它 好不好 畫畫很多種喔 你先畫這個圓 再來結 都可以 你只要完成它的四分之一 再做Array 就完成了 了解嗎 這個既然是2.5 等分4等分 這個以前有畫過 對不對 好 我們來想想看這個怎麼畫 好 那我們先 我從矩形著手 我從矩形著手 那我們來看 好 回到我的模型空間 好 再畫四個 來 這剛剛完成了嘛 我把這個 因為多餘我想 就這樣 我再畫四個的話 來 第一個 好 圓形的話 圓形的話 我們看到 4 是2.5 我把圖層切換到直線層 畫一個矩形 REC Rectangle Rectangle Rectangle的話 我給它2.5 小老鼠2.5 痘點2.5 好 這一個 要等分4等分 這個是有很多做法 好 那我比較不會用DDP TYP 我先把它炸開 Explode Enter 好 那這四等分它是2.5 2.5 要四等分的話 我要用Offset 然後用什麼 透通指令 好 所以我先按下Offset這個指令 然後呢 我在這個地方輸入 Enter旁邊這個字 這一鍵 這一個鍵 好 CAL Enter 2.5 除以4 好 除完之後 它已經算好了 你要管它多少 你就把它Offset點過來就可以了 它自動就等分成4等分 這樣會了嗎 然後呢 開始畫圓 好 我已經完成這一個部分了 然後開始畫圓 半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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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好 那我們怎麼做呢 好 這是圓心 這是半徑 Cir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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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C 按下Enter就可以了 Enter 好 那這條線怎麼截斷 畫一條輔助線給它 好 我要把這邊線段都剪掉 都剪掉 所以 就變成TR 其實剛剛可以選擇這條直線直接剪 好 那這個部分就剪完了 這條線是不需要的 那就把它併到 好 併到Sketch 好 就把它 從這邊點選 好 塗層到Sketch 這就完成四分之一 再來Array Array Classic 選取物件 Enter 然後呢 環形正列 選擇中心點 給它幾個 四個 剛剛六個不要再弄了 就改一下 四個就完成了 按下Enter 就可以了 好 那這個 神行花式就完整 OK 好 各位操作看看 各位操作看看